念叨我吗 你刚才好像 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我把生意关了 我也连慢了 我回来 关键是输入这段时间公司挺好的 我不回来 有没有我都没关系的 哎呀我给你讲 你别管阿伟的 反正你回来 你至少对不对 也来看看我和你阿姨 对不对 你别管阿伟的 你回来 这边你也关心一下 你的公司你也关心一下 阿伟吗 我觉得不放心他小子的 你这段话 叔叔你这意思是阿伟不欢迎我回来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 你你你你你觉得回来有点尴尬的话 我没有的 对吧 阿伟是欢迎你回来的啊 好 是吧阿伟对呀欢迎肯定欢迎 热你欢迎 欢迎你回家 我不是 欢迎你回家 欢迎你回来 你说错了 说错了 不是这个你你的这个怎么变小 我快过了 欢迎你回来啊 对 我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那个唐总 唐唐唐唐唐唐唐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爸刚才说了一个事 就是祝我楼年生个楼风胎 楼风胎 楼风胎 楼宝宝 楼宝宝楼宝宝不是楼宝宝 那你给我说个好消息你是意思你有了 我有了两个月了 还有梦他有个 哎呀那你说给我说个好消息我还以为 说你交了女朋友怀孕了还是什么呢 虽然还没有嘛但是呢人要有目标要有梦想嘛对不对那要有个目标今年楼年必须要要有个楼楼宝宝嘛是吧哎呀那个怎么样你你那边怎么样天气怎么样那边你看我穿的多宝我们这穿一层就可以了空胶里面也可以穿的嘛我都是有点热这个空胶里面这个都有点热了 广州里面 外面外面也挺热暖的是吧很暖和 叔叔要不你跟阿伟过来广州玩几天我带你们玩几天哎呀我们也想了我还我还说打算看广那个春节 一起我们两家人聚一聚 春节啊初步有这个想法对初步有这个想法 哦还没跟你老婆那个呢那哈哈哈 啊 行可以对了你你今天你今天什么呃你在哪里没有在家里面吗我在公司啊 哦在在在你的美如月公司是吧那有花生品公司啊 我花生品公司啊啊 哎带叔叔看看 叔叔带你看看我公司吧你还没见过我啊好好好 你给我们看一下你管这个我们的 我我们先读一块先读一块 还说春节来看看呢 现在先看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屏幕能不能反过来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们 呃这屏幕咋反呢 哎马 adulthood 有个设置吗 设置 连卖 在连连卖 哎呀我这样给你们看我真不会火 这是我办公室 这是我们助理刘总 这是我办公室 挺漂亮 这个是张祝 我们员工都下班了 给我朋友打个招 你好阿伟你好叔叔 唐总你好 九尾的阿伟这么帅气的 叔叔你好 欢迎您到广州 我是地道广州 我们唐总可卓越了 唐总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展厅 我们看看 挺漂亮挺漂亮 我做啊 然后我们那边 我怕我出去没信号 我们那边还有三个这样的场地 然后这边的话 是他们做电商的 然后另外两边是做代工的 然后这一层 我们这一层都是做花 你不错的 你这挺大的呀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了那个粉丝们说谈谈 有男朋友了 这是不是真的 男朋友 会吧 我我说不是 怎么两天不见 我又有男朋友了 我说也挺快的嘛 这回去才没有多久就 我那边我这边是有一个男助理 是不是他们误会了 来小方 那应该是那个 小方过来 到底是男朋友还是男助理 那个谈谈你要慎重一点啊 赵普魏这个事要慎重一点 我爱叔叔 来 你刚刚 过来 过来 我助理长可帅了 你想不想看 我助理可 看一下嘛 看一下 助理是吧 我助理问 我爸给我安排了一个超级帅的助理 我给你看看吗 阿伟你猜你帅还是帅 我先把他脸挡住 你猜你帅还是他帅 你应该他帅吧 他他他他帅一点 肯定是你帅啊 你好 你好你好 是不是阿伟帅一些啊 但是我年轻一些啊 我也不会说话哦 没事没事 家人们你们说我助理帅不帅 挺帅的 还是小帅哥 而且帅的 而且是研究生啊 你帅什么帅都没有牛子算 这个当然了 我儿子阿伟那是 啊 没有 不过我们不能当着别人外人夸啊 对对对 我确实没有他帅 他帅的 还还行 阿伟还是蛮有难为的 没有没有没有吗 夸奖了夸奖了夸奖了 我觉得你你更帅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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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男人在负在互相捧 那助理 互相排一下啊 就是助理就是我助理 今天刚刚上班啊 你放心 那你你爸介绍过来的吗 照顾的很好的 啊没有没有 嗯 是你爸介绍过来的是吧 叔叔介绍过来的 啊 哦 挺不错的 嗯 加油吧 嗯 那就一起加油 我会更努力的 什么 你大青年 我会把唐唐照顾到更好的 不是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你看 把我走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唐唐 唐唐有他老爸老妈照顾的 这个这个 呃 到这我们这么有阿伟照顾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那那个啥啊 啊 呃 那个 唐走的就你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你 我叫阿峰啊 叫小峰是谁啦 叫阿峰 你叫阿伟哥 阿伟哥吗 那我我我好像大一些吧 阿伟是不是小一点 那你想叫他什么 小伟 你叫他小伟 你叫他小伟 我后面没人叫他小伟 你叫他叫小伟不合适 你还是叫阿伟哥吧 我们谁大谁小一些 你别管谁大谁小 我让你喊哥你就喊哥 对吧 没事没事 哎唐唐 哎 叔叔 哎 那你那你跟先你先跟你老爸说说啊 我们春节两家人聚的事啊 我回头再给他电话 再敲定一下 啊 行 可以 两家人我们两家人啊 聚一聚啊 嗯 欢迎你们来 嗯 我会请你们来吃饭 好好招待你们 不是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这助理我真是醉了 我 他说 他说你们来了 他好好招待你们 嗯 知道吗 我们来 你来广州 他要好好招待你们 啊 好好好 不用不用你那助你吗 你就把那件事干好就行了啊 就不用那么客气 那个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呢 我们自己会那个啊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来你老爸招待我们吧啊 啊 对那肯定的 叔叔那肯定的 嗯 有你老爸招待我们就ok了 你可以把 他们说助理想上位啊 反正你长得这么帅 对 你就多向阿伟哥学习 知道吗 你要在我身边做助理 就是除了公司的这些事情 有时候我晚上直播 你还要给我搭把手什么的 你这块要好好的去跟阿伟哥好好学习学习 好吧 没有我感觉不用学我感觉他他挺懂事的 啥他都懂 嗯 他比我聪明 不用学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些成组啊 虽然你不谢谢 嗯 你肯定要向他多学习啊对不对 你今天第一次认识人家你给人家好好说说话嘛对不对不然以后阿伟就不管不管你不教你的是吧阿伟以后你多教他他他他没你懂事然后各方面没有你那个什么 嗯没有没有那个呃呃呃呃呃叫什么名字啊我继续不好 小疯 小疯啊你以后呢就呃你也看你心起来你开心呢你就叫我阿伟哥不开心你就叫我小伟就是那啊哈哈哈哈 嗯还有一点就是我说一下就是呃唐唐这边你现在既然是在他身边担心住手的话我我我觉得就是说你看我们也有我们的事情嘛然后也没有那种啥唐唐他身体也比较弱有时候呢也容易感冒什么的 你给我多多照顾一点啊 放心这点我会做的很好 嗯看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你看叔叔的眼神 你们看叔叔的眼神 哈哈哈你去给我烧他水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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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你看啊 啊你不解到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你老爸你老爸是什么那个啊 啊啊啊给你安排一个帅哥 那个什么目的啊我就回头我得好的好好跟他脸个聊聊 啊 不是长的帅 不行我把阿伟给你叫过来 啊让你助理 啊 阿伟做我助理啊 可以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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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哈 阿伟怎么能做我助理呢 阿伟这么这么这么大个老板 我做我做我都我都是来辅助他的 我我去到 哎呀 四川都是 我说老实话啊 嗯 你老实我不放心 嗯 你你是不是我在四川你才放心啊 我我我我一回来你就不放心 当然哈 我们就希望你回来啊 早点回来 关键你就你希望我回来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阿伟他用不上我 阿伟他都说了热烈欢迎的 阿伟说那是客套话 阿伟都说了热烈欢迎的啊 嗯 阿伟说的都是客套话 嗯 嗯 嗯 关了十些电话 那个呃 呃 他那呀 那前面我也我也跟你说过了 不管嗯 嗯 阿伟这怎么样 反正你你就我叔叔也不可能说你不不耍男朋友 对不对 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啊擦亮眼 呀怎么断了怎么断了 哈哈 阿伟跟唐唐在一起 嗯 阿伟跟唐唐 我们两个天天你看直播也连麦啊 在公司也在一起啊 哎 刚才你点什么地方了 把我搞的这么小 那个那个肯定了你没听见啊 我说不反不反对你耍男朋友 对不对 我没有 嗯 这个女大当家嘛 对不对 小枫你过来 这个我要提醒你老爸一下 这个我得提醒你老爸一下 别什么人都往你身边 对吧 小枫你过来你跟大家说一下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 我我已经叔叔都误会了 你我就 我是来工作的 啊我们俩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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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银采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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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来做事情 叔叔只提得洗啊叔只提得洗 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对不对 嗯 挺好的 二伟哥放心吗 啊 二伟哥放心 他为什么要放心呢 我是来工作的啊 你是来工作的 但是你看你这个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太像个助女啊 啊 我有点不太放心啊 你觉得二伟哥 你觉得我像什么 小峰像什么 哈哈哈哈 像什么 我看一下 来 你出来一下 我看一下像什么 我仔细看一下 让大家看看你说话声音大点 别不好意思啊 有点像那什么 嗯 有点像 啦啦啦 哈哈哈哈 瞎说啊 瞎说啊 有点像小鲜肉 小鲜肉 嗯 那还小吗 年龄还小吗 还蛮大了 还蛮大的 我觉得 怎么叫蛮大 我们研究生的毕业了 不小了 哦 是吗 哎呀 哎呀 不大呀 那个唐唐 我昨天看了 看了你的那个好像是个 是个硕士研究生 对 我助理那个小峰 是研究生 然后学经济管理的 然后已经毕业了两年了 然后刚过来 这不重要 叔叔 这都不重要 这不重要 这不重点 重点是什么时候咱们好好聚一聚 有时间了 我觉得挺想你的 行行行行 那那就把春节先定了啊 啊 行 阿伟 我跟你老爸 阿伟 是你 你是 是 你过来那边 带叔叔玩两天 还是我回去呢 嗯 你说那边暖和吗 我们就往你那边走吧 对吧 可以 你过来看看我们唐唐的公司 来参观一下 来参观一下 什么叫来参观一下 人家是回家好不好 哦 回家 欢迎回家 葛伟哥 不是你 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 你 你作为助女吗 你就不要 那 不要太那个啥嘛 那 你感觉你 那个啥 谭谭 你还是要注意一点 你自己还是感觉 你爸这个安排的 这助你 这也不像个助女啊 这 是不是 你们听说你们那边是种产沙糖鱼啊 啊 沙糖鱼是什么 阿伟哥是不是那边 相当于很酸 什么意思吗 你这个话说的 说的 他是什么 你这什么意思吗 你直接说好不好 你的话直说 你不要以为你是研究生 你这个 呃 话就拐着弯说好不好 对对对 我这个人 我为话不高啊 你不要拐弯 不要给我拐弯 对吧 你有什么想对阿伟哥说的 你就说吧 他问你 他问你那边是不是盛产沙糖鱼 沙糖鱼好像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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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面那句话呢 你把他后面那句话再说一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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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吗 真的是 没事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希望呢 你作为助女的话 你就把你的工作 自己的事儿给做好就行了 就不用 想太多 知道吧 做这个事情就做得好 然后生活了 之前我们是没有干预的 没事儿 那个小风嘛 是吧 没事儿啊 你阿伟哥 跟糖糖是从小青梅竹马的啊 所以说 阿姨比较关心这个糖糖的啊 可以 嗯 是我 我跟我跟阿伟哥 我们 我们也挺小就运去了 对 然后也是很好的 工作上面的伙伴 然后 两家人关系也很好 那个一直好像是很明星的 我们我们是订了娃娃亲的啊 订了娃娃亲的 哎 哈哈哈 哈哈 你真是 我要这样 这个是真定的 那个糖糖 你叫你那个助女过去一下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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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说 你知道吧 你小时候 我跟你说吧 你看看 现在 知道有危险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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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助理走了 啊 我也是 啊 糖糖我跟你说啊 那你说就是 我感觉你爸给你安排呢 这个助女 我感觉有点快快的 你自己还是要注意一点 对吧 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 对吧 工作上的事儿就是那个啥 工作麻完了 你就离他远一点 我感觉她不像个助女 那么简单 她像什么 她是带着目标来的 啊 她是带着目标来的 我感觉怪怪的 不是吧 她能带什么目的啊 不是 我希望呢 就是你除了工作以外 你 下来少跟她接触 离远一点 知道吗 那她每天 她每天她在接我 送我 我去哪儿她都跟着我 我怎么离她远点啊 而且我跟你说 她那个 她那个感觉就像有点有点调戏人的样子 就有点笑一笑的 就感觉有点不正经 二位哥 你说什么啊 你说呢 那个堂堂 反正给我的感觉呢 反正也是啊 就是说 还是助你们 反正保持点距离 还是有个上下级关系 她呢 这个方面也让我确实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像这个故事 我跟阿伟这点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相同的 因为就是才来不久 我感觉这个不是那么 反正 上下级嘛 应该还是有这样一个助理的 当然 哥 你这样说不对啊 我们真的是普通的工作官 不是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爱抢发哦 怎么爽话啊 讲什么呢 你们 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我工作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阿伟哥 我只是工作的 你们毕竟还是没有对堂堂有任何的 还是要保持一点点那个距离感 是吧 我们真的有工作 没有没有那种距离感 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 不会对堂堂做任何 那就好就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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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能够在世界上面能更好更多的帮助堂堂 对不对 你不要再背后讲别人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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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你什么啊 没有说你什么 那个 我只是给谈走 我们是多小一起长大的 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对吧 我觉得我就跟他说了 我就跟他说了 我就跟他说了 你们两个 你只是他的助理 我觉得就是工作忙完之后就就就就隔远一点 就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也没有说你坏话 我们没有办法隔远 我们要一起工作的 我要照顾他的 我要帮他料理工作中各种问题 因为你们不在身边呢 你们不知道唐总有多忙 唐总有多辛苦 唐总背后付出的那些生气 你们怎么知道呢 那工作忙完了 那是不是得没事了嘛 对吧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因为唐总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不希望他 对吧 有任何人杀害他 所以呢 我就跟唐总请个喜 因为毕竟我就是在这边第一时间照顾他吧 你们只能说通过连线 通过视频来去给一定的安慰 但是我是实实在在做事情的 我不用你照顾我什么啊 你就是助理 你就是帮我做一些基础的互货就可以啊 我不需要你照顾我什么 你照顾我什么呀 我也远在远方的阿伟跟叔叔们放心 对不对 因为叔叔跟阿伟一直在关系里生活 你关系你的健康 因为你总是生病啊 你不能总让他们来操心啊 没有别的意思啊 但是你听到了没有谭 谭总也也说了 就是说 除了工作以外也不需要你照顾对吧 毕竟是男女之间 男女叔叔不惜对不对 你不要对他嬉皮翘脸的对不对 你是个助你 助你跟老板之间的距离拉远一点对不对 你是哪方面的距离要拉远一点 明确的告诉我 我们之间要拉多远的距离 明确的告诉你是吧 明确的告诉你就是说 希望你尊重谈谈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那种嬉皮笑鸟的 对不对 没有 我们谭总工作时 工作的时候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的 一丝不苟的 这个我知道 你不要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 对不对 你现在是什么 你是 你是什么 带着什么目标来的嘛 对不对 你做个助理 你 你就把你的事做好就行了 对吧 好了好了 你给我冷地一点 你现在 没什么 小峰啊 没什么啊 就说 因为谭档呢 我说就跟我女儿一样 是吧 刚才说了 他跟阿伟呢 当然我们两家也算是四家了 是吧 对 所以说 我跟那个阿伟妈妈都把那个 一个唐档当女儿来看待的 是吧 所以说 我们也希望他 那个能够 身边的 这个 能够 对他没有什么威胁啊 刚才就是说 给我的感觉啊 这个不光是我们阿伟的感觉 就是说 作为助理来讲呢 我们希望是我们阿伟的感觉 就是说 作为助理来讲呢 我们希望还是能够有一点点 这个距离呢 就是说 我不是在这吃醋啊 就是说 应该的啊 上下级呢 应该有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上下级应该有这样一个 不能够这个太近了 对吧 当然 以后谭档是不是把你作为男朋友 这个要尊重他的意见 是吧 如果能够成为谭档的男朋友 我也恭喜谭档 不会的 不会的 对不对 不会的 这点你放心 阿伟也放心 我很放心 我很放心 我只希望就是说 我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说什么吃醋之类的 家人们 第一 谭档我们是从谁一起长大的 也是关系很好的 对吧 我就看到你 你就是 就不像个助理 就感觉就有点调性人家的 嬉皮笑鸟的 就是说对人 对谭档也不是很尊重 所以呢 我就 我就强调一下 就是希望就是 不要有其他的那种啥 知道吧 好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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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谭档 谭档 刚才也说 你在那边呢 就自己自己 照顾好自己啊 当然 嗯 我们是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到四川来啊 嗯 哎 对对 嗯 我们在这边发展的吗 希望你们来过来 你们来广东 不是我回去四川跟你什么关系啊 不是 不是我发现你你你这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 我们不说 嗯 那个谭档